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安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近段时间,甲瘤横行,好多以前被养过的人现在又养了 这一次二养很多朋友在病城的前中 后期都出现了不同的咳嗽与痰的症状 有一些是干咳无痰,有一些是白痰或者黄痰 还有一些什么症状都没了,就剩最后一点痰,怎么也甩不掉 喉咙里有痰,咳嗽时候有痰 说明是肺气的正常薰肺功能受到了影响 这个时候应该以截表薰肺为主,让肺气有出路 邪气不被避塞住,当体面的风寒丝邪 发散出去之后,肺气才能够正常运行 人体的精液得以正常会步伤到全身 少力的气机也就能够智能下降,糖液也不再凝结咳嗽 智能得到了解决 今天分享的这一款食疗茶饮 喝上两天你就会发现喉咙舒服,肺已干净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三克的金银花 金银花茶,金银花露,金银花饮料,金银花花露水 用金银花作为主要成分的饮料,无处不在 商场的货架上到处都有金银花的生影 金银花的功效与作用之一就是可以抗菌抗病毒 金银花当中含有非常多的绿原酸 这种成分可以抑菌、消炎以及抗病毒 所以金银花是可以抗菌抗病毒的 对预防各种病毒或者细菌性疾病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清热解毒 金银花这种中药材胃干性寒 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其消散臃肿的能力很强 在临床上常用于辅助各种热毒臃疮 另外还可以清热解毒,辅助外感熟热 第三,还可以降低血脂 平时多喝金银花才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 而且也可以减少肠内胆固醇的吸收 从而达到降低血脂的目的 第四,去风利丝 金银花还有疏风通落、去风除湿的功效 在临床上常用于辅助风湿、臂痛、关节红肿、热痛等疾病 在辅助这些疾病的时候通常都是采取内服外用 以便达到最佳的辅助效果 第五,缓解喉咙肿痛 缓解喉咙肿痛也是金银花常见的功效作用之一 金银花当中含有大量的皂干、基酸、挥发油以及黄酮等成分 这些成分都有助于缓解喉咙肿痛的症状 还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 平时的时候多用金银花来泡水喝 可以起到半火的作用 预防喉咙肿痛的现象发生 第六,提高身体免疫力 如果平时喝一些金银花茶 对提高身体免疫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金银花能够促进体内的淋巴细胞转化 而且还可以增强白细胞的吞色能力 从来达到提高人体免疫力的目的 金银花清洗干净 空水拉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5克左右的胎菊 菊花的功效作用 清热解毒 平干瞑目 中医认为菊花性味苦 干性微寒归肺 是一种药用价值非常高的花朵 菊花的花期在每年的9到10月份之间 可以用于上风清热 平干明目 还可以治疗 头痛寻晕目次 以及干肾阴虚导致的眼目昏花 菊花的功效以上热疏风 菊花卫心疏散 体清达表 清晰上浮 微寒清热 能够疏散肺经风热 常用治疗风热感冒或温病初起 温邪放肺 发热 头痛 咳嗽等症 第二 清热解毒 菊花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这是由于菊花胃苦偏寒 在各种疮痒肿毒的治疗上面 有着非常不错的功效 第三 抗菊 菊花含有抗菊作用 之所以有这种功效 靠的是菊花挥发油 这种挥发油可以有效抑制多种细菌的活性 第四 抗心血管疾病 菊花还能抗心血管疾病 因为菊花中含有一种叫做黄体筒的物质 这一种物质可以抑制冠心病 高血脂 动脉硬患等病症 菊花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罗汉果 罗汉果是一种性质微寒的食材 生津止渴是它的主要功效 平时人们用它泡水喝 就能滋阴润肺 也能促进唾液分泌 它能让人类出现的口干 腌干等不适症状 很快好转 另外人们用罗汉果泡水喝 还能缓解肺热 肺躁也能减少鼠热症状发生 第二 轻热润肺 轻热润肺也是罗汉果泡水喝的重要功效 它能缓解肺热 肺躁 并能消除肺与气管中的炎症 能提高肺部的呼吸功能 对人类经常出现的咳嗽 气喘 痰多以及肝咳无痰等症状 有特别好的预防与缓解作用 第三 润肠通便 罗汉果泡水喝 还能润肠通便 它质地温暖 能润滑肠道 也能加快身体内 热毒分解和代谢 对人类经常出现的肠炸便秘 有特别好的缓解作用 另外 它还具有清热卸下的重要功效 人们在出现大便造结时 及时用罗汉果泡水喝 可以让症状减轻 洗干净的罗汉果把它捏碎 这样煮的时候方便出味 接下来 把所有的食材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然后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15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如果你也是新冠爱养之后 喉咙又干又氧 甚至还有咽咽 而且有时候咳嗽有糖 咳也咳不出来 不妨试一下这个罗汉果菊花茶 口感清润 甘甜好喝 纸壳化糖 润和解渴 两不误 罗汉果 地烟 纸壳 金银花 纸壳化糖 菊花 清热润沸 煮好的罗汉果 鸟壳化 把它倒入杯子里 稍微晾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饮用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点赞